哈喽 哈喽哈喽 我们是欢迎欢迎的实际生 大秘密大秘密 好久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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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素来有花花公子之身的冯绍峰 与林允 杨幂 妮妮等人都有过绯闻 仍然在众多的感情中 唯独与妮妮的是自为高调的 两个人彼此还是山盟 最终两个人还是分崩离析 然而冯绍峰与杨幂的那段感情 大家都是在迷雾当中 冯绍峰和杨幂一起拍公所心意的时候 关系简直好的不要不要的 不仅在戏里面情深似海 戏外呢 两个人也闹过一段绯闻 还经常公开撒狗粮 蜂蜜恋的传闻圣骁城上 还记得有一次杨幂上快本被问到冯绍峰 他说他和冯绍峰住得很近 有次他生病了 在家休息 冯绍峰二话不说 就直接提着水果什么的 过来照顾他 比如说我拍戏 有一次发烧到40度 还在生病 还在拍戏的时候 然后因为我们两个住在同一个小区 然后所以他就提着大包小包的 然后到我们家来看我 然后把东西放下 没说两句话 说你好好休息吧 然后就走了 就类似于这种 可能我很热啊 或者怎么样 他就会等人买冰水给我 拍戏的时候 那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对 别人都是这样的照顾 但是我只知道他对我很好 另一个节目里呢 杨幂又被问到 有没有人 撮合他和冯绍峰 杨幂坦言 在拍戏的时候啊 和很多男生戏里面谈恋爱 母亲都没有说过 只有冯绍峰 母亲想让冯绍峰 当自己的女婿 希望我带他回家 说你什么时候能带男朋友回家 然后说 就巴尔哥那样挺好的 妈妈也喜欢冯绍峰是吗 超喜欢他 我妈经常会上网 查他的资料啊 类似于这种 查冯绍峰的资料 对 然后特别喜欢 秦川和巴尔哥在一起的 那种感觉 我觉得这是我拍戏以来 头一次碰到这种状况 其实 杨幂出生于1986年 从小就出道的 他可谓是一个 十足的童心 这呢 也让他拥有了 在娱乐圈生存的超高技能 情商十分高 杨幂第一次爆火 是在《仙剑奇侠传》 转三之后 这部戏里面的角色 让他在中国娱乐圈 获得了一席之地 另一次爆火呢 是在与冯绍峰合作 拍完《公》之后 里面的秦川这个角色 把杨幂直接推向了 内地一些女演员的地位 而杨幂与冯绍峰 在剧中的情侣关系 也让观众们十分过瘾 在戏中 杨幂和冯绍峰的精彩表现 观众表示 二人的CP感十分不错 在一期快本上 冯绍峰现场多次 向杨幂撒娇 满嘴都是 蜜 蜜姐 让台下的观众 羡慕极了 冯绍峰甚至还 直接向杨幂求婚 却惨遭杨幂三次吐槽 是你的话 给你娃娃 你会答应嫁 嫁给我吗 我觉得要是娃娃的话 就可以 太给力了 当问到杨幂 冯绍峰有什么性格缺陷的时候 杨幂脱口而出 他觉得冯绍峰是一个很温柔的人 冯绍峰一听就不乐意了 在全场都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 把杨幂一把公主包起来 惊呆了众人 听杨幂说 那个绍峰很温柔嘛 就打电话给他说 绍峰 杨幂说你特别温柔 绍峰就急了 我说不 我特别闷特别闷 然后呢 这只能说你有劲 然后呢 你别手别抖 因为剧中 cp过于深入人心 两个人的恋情绯闻越传越真 在记者追问的时候 杨幂马上出来澄清 冯绍峰却表现出一种 另类的清代 他不仅在宣传期间 在微博上发表各种 暧昧不清的言论 在剧播出结束 他也没有停下来 依旧和杨幂保持密切的交流 其中呢 有一条微博 最令人瞩目 其因是两个人被造谣恋爱 杨幂出来辟谣 但冯绍峰啊 却不配合 他开着四真四假的玩笑 说真的假的 要不咱俩就谈吧 看照片 咱俩还挺有夫妻相的 你琢磨琢磨这事呗 就连当年两个人的cp粉都表示 男方肯定是真情实感的 可惜相往友谊 神女无情啊 杨幂始终没有松口 可能会开玩笑说 杨幂姐你看看 他人家老这么着说 要不是咱俩都去去去去 到了话题二 杨幂和冯绍峰再次合作 此时呢 杨幂已经和刘凯威在一起了 在发布会上 杨幂还将刘凯威带到了现场 当时啊 有好事的记者追问冯绍峰 和杨幂现在关系怎么样啊 冯绍峰直接拉下脸说 我不想再提这事了 虽然两个人的甜蜜持续了很久啊 但最终也被杨幂和刘凯威的恋情给打破了 在这之后呢 两个人都组建了自己的家庭 冯绍峰和赵丽颖的结婚 也是饱受春赞 但最近两个人去大方承认离婚 很多网友认为 这有可能和冯绍峰的大量情史有关 你怎么看呢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 点关注不迷路 我们下期再见